来 咱们来 正好来采访采访杨老师 杨老师是科班出身吗 学过表演 学过表演 那个算不算中西北电 不是 不是中西 也不是北电 我是大连有个艺术学校 就当时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呀 我父亲 母亲 我姐姐 两个姐姐 就没有干这个的 那时候小时候 那时候才十 不到二十岁那时候 我们家的旁边有个文工团 文工团呢 它每天早晨呢 就是五点多钟要练功 它那个文工团是有唱歌 跳舞 还有戏曲 还有话剧 它都有 是个文工团 那时候非常小 我们家前面住的一个公园 那时候他们一练功啊 我就特别爱好 就跟着他们去了 又踢腿 又翻跟头了 逐渐逐渐就会了 但我上艺术那时候 我就能翻跟头了 就翻那个 空翻啊 瞒子是这种 就那个瞒子 自己啊 那时候就能了 不翻了 现在还能翻吗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 然后跟他们就来往了多一些 多一些之后 他们就排话剧 排什么 那时候有个老导演 叫王慧安 现在已经走了 你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 那时候他就 我一放学 我就到那个剧场啊 去看他们拍话剧 他一看那小组挺好的 就时常 那时候导演是横凳的 没有椅子 来来来 你坐在我旁边 我就经常坐在他旁边 看他拍话剧 启蒙 启蒙 从那时候就慢慢地 就接受了这个表演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和安山画一团来招生 那时候老师就说 你能考上 你去考考试试 好了之后还真考上 是以什么考上的呀 就学表演嘛 就是表演 不是唱歌是吧 你觉得唱歌还有点历史 就是小时候也学过唱歌 唱歌呢 我那个老师叫程琪老师 教了我一年左右 就最后跟我总结了一下 说我爱人是导演 叫李启长 你跟他去学演戏吧 然后呢我就觉得不行啊 你说我要不唱歌的话 我能干啥呢 我就上沈阳去了 通过李沐然老师的 他家阿姨 介绍到沈阳音乐学院 有一个叫包颜易老师 教授啊 我就上他的亲房 演示 最后一句话说 哎这小伙 条件挺好的 你还是去演戏吧 一个呢 人家可能觉得 你要唱歌呢 可能很难坐到顶尖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肯定觉得 你形象太好了 就觉得这么好的形象 不演戏 白瞎了 也许是因为唱得不好 肯定有唱得不好的原因 就是老师说那个方法 你老师接受不了 我怎么没听到 玩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